去年是因为认裂了无形资产减损 宏基全年的税后净损了29.1亿 每股亏损了1.07块钱 但是因为平板电脑的热卖 带动宏基能够上调今年平板电脑的出货量 有机会倍增上看到1000万台 宏基董事长王振棠昨天也再度的对外喊话 说宏基的体质已经稳定了 现在已经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 法社会上宏基公布去年第四季单季合并营收 1015亿元季减2.8% 加上任劣商运减损35亿元 单季税后亏损了33.65亿元 每股EPS-1.24元 核基去年每股净损1.07元 那目前来看平板的进展 在今年应该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受到了传统弹机影响 宏基预估第一季PC出货量 季减10%到15% 维持损益2平 但是由于新推出的低价平板 Iconia B1热卖 第一季平板出货比去年第四季 大幅增加了2.6倍到3倍 宏基正式上调 今年平板出货量目标 原本的目标定在500万台 现在有机会倍增上看1000万台 我已经卖了大概6台掉了 两天 对啊两天 价钱比一样 宏基以前有卖过这样的一个价格吗 没有 播放影片顺畅 照也超灵敏 宏基靠着7寸平板热卖 董事长王震堂也再度向外界喊话 他说已经看到了两个正面的讯息 包括平板电脑产业区域成熟 以及微软最近做了许多 加强行销推广的动作 有利于宏基的后市 宏基的体质已经稳定 不怕竞争也欢迎竞争 已经看到隧道定头的曙光 东才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